6月份的行情 要不要先稍微停看停一下 但是如果短线上 要好好选股 要来做短线偏多操作的话 杜大哥也帮大家选出几档标的 好的 我们先讲一个 我非常的认同 我们的 针分医师所讲的观念 这边的跌的一千多档 对 你真的要找不多 那指数台一定给你贡献了一下 对 然后呢 元宇宙 大家看好了 开始往下掉 所以它就是一个 你完全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不好跳到股票 我因为这个阶段 不好跳到股票 所以我建议你的投资比例 我还在往下降 在往下降是 所以说你持股比例 甚至五成都不需要 因为你挑不到股票 难操作 对 难操作 而且你挑不到股票 你手上 你买的股票 我们讲一般投资用五档以上 对 那五档以上里面 你五档里面 你如果五档全部涨 如果你五档全部涨 你持有五成 对 那你要做的方法 我一见是 把你的剩的钱 全部去买原来五档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看 12月份台股上涨之率有九成 所以大家说不赚百不赚 如果现在一万八千点 你跟一万点不一样 对 不赚百不赚 但是一点 我相信在现在里面 我们挑股票 我们真的是 我记录分析在挑股票的人 我告诉你挑不太到的时候 代表行情就不太对劲 两个礼拜前 股票有挑不太到 所以我们来看 因此我在这边跟你建议的 我特别加叫做短线偏多 我为什么要用短线 而且还加一个偏多 没有说必赚股 没有 因为航行在这个地方 那接着呢 我们用风火轮的 刚刚那一个 合金的那个图形里面 我要挑的是底下 在要再涨的安全 涨震灾工艺的安全里面 去挑出来的股票 在看我的字卡里面就出来了 群状是不是在低档 外资有在买进 直接看现行 但这个现行里面 它也弱掉了 但是它的现行并没有坏掉 这是低档的 第二个 联电不在话下 联电它是不是从这边开始 有一个转强往上攻 那它攻在哪里呢 只要横向没有破掉 它有机会去跑去 七十块那边去 但是预期的短线空间 然后旺宏 那旺宏的现行里面 它就是属于这样子 这个股票现在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 它必须要越过这一个整领区 往上才可以 那我们看看 华邦店 这都出来了 都是往上的 什么股票安全 慢慢往上就安全 因此在这边 短线偏多的股票里面 要挑第一档法人有 上涨中间法人有的 才是真的好股票 好 所以什么股票才安全 下个礼拜要公布营收了 营收好股安全吗 营收好股不一定安全 因为你位阶很高的 营收好本来就应该 所以那个不能叫做安全 所以要黑马股会比较安全 所谓黑马股 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 就是说像我请老婆把造纸的还有木材 包含我们点到三档 第一个叫1905华指 永丰鱼跟三桑 三桑加 不是三桑 它是美联社 对它就是美联社 那种通路股 其实本身在台湾 它都有很有它的价值 光看全年统一就知道 三桑加构我等一下再来讲 好 然后我们先看华指跟永丰鱼 你要去注意最近国际的纸江价格 其实是在往上飙涨 那纸江价格的上游叫做木材期货 在芝加哥挂牌的那个木材期货 你看它最近这半年多的走势 从千钱建到谷底之后 大概七八九月份的时间 一度最低大概四百多 到现在这两天又直接往上创新高 来到八百多 你知道从四百多到现在八百多 它是已经涨一倍了 那木材期货跟台股的连结性其中 就是关键就在于什么 纸江 因为木材是纸江的上游 所以你看到这个纸江 中国像中国的纸江期货 最近从十一月份开始一路飙涨 这已经涨了差不多三成多上了 那你这边就要去推估 因为台湾它目前有所谓的 因应政府的政策配合什么抗涨专区 但是你国际的一个原物料 这个报价整个往上冲 然后就像我刚刚最前面一开始所讲 你那个鲍尔一下说暂时性的通膨 一下说现在通膨好像不是暂时性 那表示他看不懂 看不懂当主席也很奇怪 那回过头你再去看 中国的纸江也整个冲上来 所以我们要会去对照对照什么 你像1905的一个滑指 这其实就蛮符合刚刚杜大哥所说的 这个股价未接在低档 那法人开始有慢慢做进驻 你会发现它相对来说 最近前一段时间都还没涨 这种其实就是安全 它很安全 1907的永风雨也很安全 那安全之余呢 我们又会去考量到后面 它有什么样的利基点跟题材性 构成它的上涨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跟各位报告的 国际纸江价格的往上爆充 那另外再来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补充2945的三商Go 三商加Go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前面 因为它前几天才挂牌上市 所以它前面那个叫做新贵的一个价格 主要我们看上它的其实主要 还是因为第一个美联社 然后它跟虾皮电道店 还有FuPanda的一个合作 所以这种开始走线上的经营模式 其实我们对于它的未来成长性 就会去期待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到节目的现场 那最后提醒大家 在于金控大佬富邦忍兽 对于台股的明年表示 还是充满乐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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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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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